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刚想下车 这时一个男子却冲上来要抢劫 看着比他还紧张的男子 水哥很淡定 并不停地劝他回头是安 却没想反而激怒了男子 并威胁他们 如果不给钱 一个人都被想活 水哥趁着不注意 用黑伞打落了他的匕首 男子见状不妙 仓皇而逃 为了感谢水哥 司机决定将他送回望岛的家 下车后 水哥又遇到了欠债被殴打的赌徒 于是上前救了他 没想他非但不敢接 还辱骂水哥多管闲事 水哥感叹 做好人 真难 于是他又在伞上划了一刀 并说着 还好 做完最后一单 就可以收工了 就在他即将到家时 战戒女小美盯上了他 便假装地转了上去 小美是一个职业战戒女 她自幼父母双亡 被迫出来谋生 她接待过各色各样的男人 曾经有个客人玩事后 不仅不给钱 还抢了他的包 害得他穿着那衣追了好几条街 这些痛苦的回忆 让他十分痛恨男人 看着老实憨厚的水哥 他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 他装装扭上了脚 装起可怜 而想要做好事的水哥 立即答应把他送回家 到了房间 小美就开始挑逗水哥 可水哥只想积德行善 并不感兴趣 于是 小美使出了必杀计 转身扑到了他 水哥不想过多纠缠 只好任栽掏钱走人 可是一番钱包 里面什么也没有 小美一看就炸了 随即叫来了门外的男友 诬陷水哥强奸 水哥彻底怒了 于是献出原形 残忍地吃掉了良人 画面一转 满身是血的水哥已坐在三旁 他既要悔又失落 他的眼神中透露着不甘和迷茫 原来 他本是修行百年的老妖 一直做善事 只为与话唱先 黑森上的一道道划痕 就是他做的善事 只差最后一件善事 他就功德圆满 没想到 百年的修行 最终毁在了一个战阶女手里 看到这里 小编不由地为水哥玩戏 只是一步之差 他的人生就是天壤之别 那么 如果是你 你会怎样选择呢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黑伞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订阅明镜 大家才准备